自秦朝以来,中国一共出现过九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以及五十几个小王朝,在古代,有一个地方最爱造反,堪称中国古代造反第一大省,在每一个朝代,这里都是最先动乱,最后才被治理的。 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属地的民风彪汉成为了诱发叛乱的主因。 属地民风彪汉是造成叛乱频发的主要原因,作为中国大陆地区的唯一西南候鸟,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人口长期以来都建立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习惯都与中国汉人的存在巨大差异。 这些少数民族大多数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而四川又是其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省份。 这些少数民族不仅生活习性异常奇特,而且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地域归属感,控制这些少数民族地区。 需要统治者不断营造出宽容包容、尊重信仰、多民族共生的文化氛围,这对于当时的封建的中央集权政府来说,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此外,属地的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作为中国一个落后地区,民众的生活状况极为艰苦。 这也间接诱发了社会上的种种冲突,使得民众对于中央集权的统治逐渐失去了信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中央统治官府的统治得不到有效的落实,就会迅速地发生群体性的动乱。 属地的民风使得这些动乱容易被放大和加剧,导致了更多无辜平民卷入其中,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造反大型 秦末时期,陈胜吴广在大则乡发动了反对秦朝暴政的农民起义。 这场起义迅速蔓延到四川地区,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和参与。 四川人民加入了来自中原地区的起义军队中,与他们并肩作战,共同反抗秦朝残酷统治。 他们表现出了对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三国时期,刘备在四川建立了蜀汉政权,他利用四川广阔复杂的地形进行战略部署和防御。 他率领军队从多个方向包围成都平原,并经过多次战役后占领了整个成都。 公元222年,刘备在仪陵之战中失败,损失了大量主力部队,无法再进攻东吴。 他只能退回四川进行防御。 蜀汉有许多杰出的名将,如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他们在四川地区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们带领四川本地的军民抵抗曹操和东吴的入侵,展现出了忠诚和勇敢的精神。 四川地区的军民与蜀汉政权紧密团结,使得蜀汉能够在四川生存和发展。 虽然最终蜀汉被东晋所灭,但他们在四川的抗争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意志和拼搏精神的典范。 明末时期,张县忠在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权,清初时期,四川仍是反清复明的重要阵地。 这反映了四川人民的苦难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明朝末年,流寇四起,农民起义遍地开花,张县忠率领起义军,占领重庆,进军四川。 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控制了四川全境和云南大部。 当时四川百姓在明朝统治下饱受苦难,张县忠起义均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虽然后来大西政权出现了问题,但起初,它确实反映了四川人民对明朝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是他们试图摆脱苦难,追求美好生活的一次尝试。 不久,张县忠败退,清军入川。 清军入川之初,四川各地民变不断,南明永利地政权以四川为抗清基地。 尤其是康熙初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川,其残酷统治和重税科政再次引起四川人民强烈不满。 1674年,王辉在四川西部起义反清,此后四川各地持续反清起义,得到广大农民支持,反映了四川人民对清朝殖民统治的强烈反抗。 从明末章县中,到清出一系列农民起义,聚集了四川人民的共同愿望,争取自由,摆脱压迫,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起义均屡败屡起,但四川人民争取美好生活的斗争意志从未熄灭。 他们以热血和生命书写的反抗史诗,至今依然激励后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抗战时期,四川军誓死效忠,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四川军誓死效忠,350万四川儿女迎难而上,四川军以自己的热血捍卫这片土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危机。 抗战时期,四川军誓死效忠,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四川军誓死效忠,350万四川儿女迎难而上,四川军以自己的热血捍卫这片土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危机。 这个时刻,四川军民不畏强敌,誓死效忠国家,立即组织了大规模的初川抗日军队,从四川大举出动,赶赴各个战场作战。 从1937年到1945年,四川共有350多万军民赴国家命运危难之际,英勇抗战,这一数字约占了当时全国参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充分体现了四川军民对家国的无比忠诚。 四川军队先后参加了松户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长德会战、衡阳会战、赤水会战、湘西会战等重大战役。 尤其是1938年武汉会战,四川军队顽强抵抗、力挽狂澜,为国家赢得宝贵时间。 在长时间的残酷战争中,四川军民英勇顽强,誓死效忠,前仆后继,舍身忘死。 天府之国 四川因为处于成都平原,土壤肥沃,内部水源丰富,且四周山林中还藏有不少天然食材。 四川也的确一直都是产粮胜地,因此还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因此哪怕大军从外界断绝四川的粮食供给,四川也压根不会有粮草不够的烦恼,并且充足的食物,可是起义事业最坚强的后盾力量。 相似的情况还有浙江跟福建。 我们会发现,浙江的温州泰州跟福建的文化其实是很接近的,同属于武夷山区,按理说,以山川行圣为要,应该是化到一块的。 但是并没有,温州泰州化到了浙江,使得浙江出现了两大不同文化特色的地方,浙东跟浙西,浙西地肥,浙东山多。 同样也是,为了不让福建成为一块,因为福建历史上也是多次割据的。 五代十国里就有敏国,还有南京跟吴湖。 吴湖的文化,风俗习惯,饮食包括口音跟南京几乎是一样的。 但吴湖却在安徽省,而不是南京的管辖范围。 而在历史上,吴湖一直都属南京管辖,直到清朝,才化到了安徽省。 那对南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南京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军事重镇,这里曾经是数大南朝的首都,但没有了吴湖,那南京就没有了南面的屏障。 本来南京就不是一守南宫之地,一下南面的屏障没有了,南京就再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军事重镇。 第一个起来造反的人全部都失败了。 第一点,我觉得造反是个相当有技术含量的活,第一个带头起步的人总会面临比别人更大的困难。 比如,没有人在前面指路,告诉他怎么造反才能成功,所以第一个起义的人缺乏经验,所有的道路只能抹黑自己走,当然就少不了歪路邪路之类的了。 经验还在其次,最重要的,容易被朝廷记住,朝廷虽然已经腐败无能,但是有一点,人家毕竟有兵吧,对付不了别的国家的强敌,对付几个手持农具的农民还是没问题的。 所以,朝廷即使在昏庸,也会可着劲地打你小子,像陈胜吴广,不就是被这么灭掉的吗? 秦朝虽然残暴,但是军事实力十分强大,项羽都很头疼。 后来真正起义成功的,比如刘邦、朱元璋等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装孙子。 确实,刘邦的军队和项羽简直没法比,所以他处处示弱,处处讨好,直到有一天,项羽发现刘邦已经成了庞然大物。 朱元璋的缓称王不是不称王,但是还是成功地转移了朝廷的注意力,不可谓不高明。 就这样,这些后面起义的人让之前的人做了他们的挡箭牌,挡住了朝廷的炮火,壮大了自己。 而当前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分前分女人的时候,他们异常地清醒。 中国人一贯遵循,枪打出头鸟的原则。 谁知道出头鸟死了,隐藏着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隐忍是一门深刻的哲学,最后得到天下的,无疑不是先忍受别人之气,最后扬眉吐气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不足备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会认辩计划